这是中华民族园的第二期 南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少数民族只是课本上的一个名词 其实在这北京城里 就藏着这么一个地儿 在这里 大小朋友都能一站式体验 56个民族的人文和美食 跟着我和妞妞一起去看看吧 大理三套 好美啊 它随后康座了 所以它就代表着下官的歌 上官花就是满头的寿花 中山雪 这儿 非常聪明 代表着擦上的雪 这个帽子行为了就代表着RF的 都在梦里 对啊 因为这个帽子叫做复花雪月帽 就代表着我们大理的三个景 漂亮的姐姐是哪一位呢 我 我 我得两位 哇 你又不拥了 你可以啊 今天我只能吹口哨了 你不怕 是 你不怕 每个人都很艰难 就只能帮他这样 哇 哇 东巴象形文字 就是呢是他们的世界记忆遗产 而内江古城呢是世界文化遗产 嗯 这个呢就是四方街 新蛙八卦图 你好 跟那边姐姐打个招呼好不好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是东巴文字 这属于象形文字哈 这属于象形文字哈 东巴就是智者文字 他们就是传承人 大成神鸟 所以他们都是蛇尾哈 对 代表就是人与自然嘛 和谐的嘛 这个就是千万八卦图 这个旁边呢就是用东巴象形文字 写出来的十二生肖 这个画的挺可爱的 啊 似乎耶 东巴舞蹈是 哪个总古代祭司舞蹈 我们东巴所跳的是 正弦之随路 乐巴舞 街会投仿一系列 舵物的舵座 金色的花 雄鹰整齿的龙 鸿雀拜祖 2 3 2 2 4 2 4 3 4 4 2 są 爬藏群 吃鱿 老薰 香蕉群 哈哈哈哈 来 欢迎来到姐姐的家 这个文字是传男说传女的 啊 为了传承下来 现在也在开课堂 对我们孩子也在 是啊 这个得保留下来 在二楼 一楼都是不住人的 就养一些牲畜 哈哈哈 小猪 对 你们就刚刚钻进去了是不是 对 哈喽 哈喽 这是公平的 好漂亮啊 衣服 谢谢 这种衣服都是自己做的 马尾姓呢也被列入了 对我这文化遗产了 好 水稻 水稻 是不是这个跳的 人在工作 呃 哇 这是什么 花鸟重于蟹象 那个蟹象口罩一样 牛牛我们来学实话了 好啊 嗯 哥哥就叫败 败 你也大 你也大 大家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哦 妹妹也叫怒 弟弟也叫怒 牛怒怒 赞败 give me five 哇 土家山寨 为什么叫短脚罩了 你要就是上面的 那个弯的那个木头 哦 就是这个 因为它是天才形象 不是人工 哦 还有每个掉那个脚 他们说也是蠻短的 哦 然后是多子多福的意思 其他人流露了 一两天 都没有抢的 最多最多逛了二三十个园区 但是它五十六个民族景区都有 第二点呢 就是这里的工作人员真的非常热情 他们跟我们一起牵着手 跳舞 跟我们一起唱歌 和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做游戏 很善良 你想说漂亮的姐姐吧 就和大家相处很开心 第三点呢 学习到文化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 我们学习了东巴文化 学习了水族的文字 包括它还有总展厅 这里每一个景区 每一个民族都值得我们去了解 如果说还有缺点的话 我觉得还是太大了 如果没有一整天的话 可能逛不过来 而且你可能北区都逛过来 二刷三刷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